純總統賴清德520就職 外交部長吳釗燮 今天在立法院被尋時透露 目前外國慶賀團應該超過40團 人數超過400人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520是一個重要的一個節點 所以我們外交部這邊也非常的這種 謹慎在處理 我們520剛才看到有委員在問 各國你剛才講大概有400多位的外賓 會來參加 已經確認的 那我問的是比較具體的就是 有沒有元首副元首等級的 有 我們的友邦有很多 都是元首副元首 大概幾個國家 8個 8個國家的元首或副元首會到 有沒有總理副總理等級的 就是那個 涵蓋在內 大概8國的元首或副元首 總理副總理 那另外國會團加起來400多位 然後還有那個外交部長帶來的 還有外交部長 他表示因為訪兵來台層級很高 外交部還特別從國外調人禮回國支援 包含了8位國家的政府元首 以及包含裡面相近的國會議長出席 民進黨立委林楚英關心 520就職典禮是外交部接下來 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那麼詢問吳釗燮在邀請外賓方面 也沒有感受到來自中國的壓力 他回應在外賓邀請的部分 目前還沒有感受來自對岸的壓力 另外呢 友邦在這一次也參加的非常踴躍 而外賓來台的層級非常高 人很多 擔心外交部的服務量能不足 還從其他單位調回來 希望大家都能一起完成 520宣誓就職這樣重要的典禮